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YT的觀眾好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這個回覆觀眾的留言 今天會有蠻多的小主題的喔 但我們不會在每一個主題上 做太深入的講解 我們就是簡單的回覆 簡單回覆 但是還是會比 我直接用中文打字在下面 回覆給你們來的更為詳盡一點喔 只是說這每一個主題 如果要深入討論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至少 十幾二三十分鐘以上的討論 所以我們還是重建為主 好 直接切入主題 那第一個這個 湯流嗎 湯流 可以比較一下Poker Star跟N8的環境嗎 N8100以下好像N8的Red Bay比較多 但Poker Star作為挑戰的目標 可能更好一點 OK 那我先說一下最後這個 Poker Star作為挑戰目標更好一點 是因為它是 我不知道歷史是不是最悠久 但我確定它一定是 全世界現在最大的公廳嘛 可能N8是頸椎在後 應該說GGPoker現在是頸椎在後 通常你在這種撲克 那個所謂的挑戰就是要有人認同你嘛 就像WSOP是這張最大的比賽 所以WSOP的冠軍就會很自然的會覺得 它是可能是今年打得非常非常好 可能不會是最好的 但是就會更多人注意到它嘛 你可能不會注意到每一場 十萬美金買入豪克賽的冠軍 即使它桌上做的都是頂尖牌手 所以大家會傾向去注意人數最多的 所以Poker Star作為挑戰目標 你會有覺得它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它DK它人數更多 所以它人數多的情況下 大家就相對認可它的遊戲水平嘛 因為Poker是一個金字塔遊戲 所以你人數越多的情況下 越上面的人就越強 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有點迷思 就是說它做一個挑戰目標 但是我覺得它只是大家的公信力 並不代表什麼 因為假設我今天說 Poker Star潤200b N8潤200來得好 但也不代表任何事情 因為我覺得你在N8上 任何人潤200來挑戰 你還是可以往上升 因為多數包括我自己跟觀眾 都不可能是某一個平台最高級別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你只要在界面看起來舒服 你喜歡 環境也OK 你只要一直往上打 我覺得就好了 所以我並不覺得 需要特別去挑平台 甚至是你要說一些 America Car Room 甚至是你說APP做的挑戰目標 我都覺得沒關係 我也認識非常多 一年賺幾百千萬的RAG 是打APP的 那我覺得這個迷思可以修正一下 蠻多人有這個迷思 就覺得說 要證明自己強制 去打Poke Star 但我覺得不要比較好 這畢竟這不是Poker的本質 Poker的本質就是 桌上的牌桌上的對決 然後誰能贏得更多 其實這就是最簡單的而已 那再來說 討論到RAG BAT的情況下 其實N8的抽的水 是比Poker的重的 這應該是 你稍微研究過就知道了 但是相對的 N8也會RAG BAT的 比Poker多很多 他用不同形式的RAG BAT 比如說Leader Ball GG Care Fish Buffet 這些很多都是Poker沒有的 我記得我去年 還在打Poker的 只有那個很爛的箱子 那我不知道現在改了兩名 因為台灣現在是打不了Poker的 所以說我覺得比較像是 你在打N8的時候 你能不能一天去拿到那些 海航榜 Leader Ball 等等等等等等 那如果你要比較玩家持 玩家水平的話 我非常是認可 Poker Star 在同樣級別 應該是會比N8來得強的 也就是說N8的娛樂玩家 會相對的比較多 那原因也是因為 第一個抽水機制 導致N8的RAG會打得相對不舒服 就是他會被抽比較多的水嘛 對於娛樂玩家來說 他可能感受不到那麼多的抽水 自然會留在N8比較多 然後再來是N8的界面 看起來就比較輕鬆 寫意簡單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裡 就是整個就是 蠻舒服的 比較卡通版的那種感覺 那Poker Star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也不能說是Local 就是一個很精簡的設計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Poker Star 但我認為應該到路上的玩家 可能會比較喜歡N8一點 因為看起來比較舒服嘛 所以我覺得N8的娛樂玩家 比Poker Star多 這個是完全認可且相信的 環境的部分大概就比較到這了 剩下的就是看你自己要選擇打什麼 但做為一個台灣人 BMVPM的台灣人 我好像也沒得選 那我們Poker Star跟N8的就跳過 下一個是這個江少懷同學 他說這個想問一下主播在NL25時 主要的學習方式是什麼 Solver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是非常必備的 然後他說這裡說得不錯 他說他是從NL2 以每個級別40買入的GAT把子 他現在要升25了 看起來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關係的人 然後他說他看我的直播看完很久 然後非常感謝幫助不小 那恭喜 希望我的直播可以幫助你進步 未來可以在一兩百遇到我跟Fetty 有些看我YT的觀眾其實不知道我Twitch直播 那其實我Twitch直播的VOD 現在都是不需要訂閱的 所以你可以免費的去看我YT的直播 還有Fetty的直播都可以看 YouTube的他比較像是精華或是一些東西 那Twitch的VOD就比較像是一個實戰的內容 大家都可以參考這樣子 那他這裡說我的主要學習方式 那我這裡就會只要談我自己 從2019年底全職到現在 別人怎麼學習我不管 我只講我自己的 先來一個流水帳好了 我2019年底成為全職拍手的時候 我第一個事情就是買台灣Round的教材 花了好像一兩萬新台幣 然後一系列的影片 然後我看了非常多的棒賽的阿 Koner的阿 小六的阿 CH的阿 就是各種各種人的 當然我有挑選一些啦 尤其我沒有很喜歡的 我就會pass掉 第二我就是買hand to know 然後開始打我的APP 我一開始是從APP開始grinding 之後打錦標賽的時候 我有買ICMizer 然後中間有找過棒賽 還有Koner 聊過天 還有跟不同的牌手 那個時候也好像有跟小六 反正一些台灣的牌手 因為都是去年前年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有點忘記了 就是找我認為非常不錯的牌手 去找他們聊天 然後去理解他們的思維 如果要總結的話 第一個我會先尋找正確的夥伴 跟創造自己的環境 我第一個會找到我當階段跟我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溝通起來比較順 然後也有新網撲克 像我剛開始成為的時候 就是吉祥 Mistake 家瑋阿 然後後面還有Fatty阿 就是一些跑朋友 然後環境的話就是我會盡量讓我的YT阿 什麼的都是充滿著撲克的資訊 然後看任何影片之前都去篩選這個人 是不是我覺得好的人 或是我聽別人更厲害的人 覺得這個人好不好 因為現在的資訊太多了 所以你很容易去找到 其實錯誤的觀念 或是講的不是這麼好的玩家 但是他可能YT的影片拍得很好 或是什麼鬼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好像不錯 但其實看他的東西 可能會學不太到什麼 說不定那個人就是我 你們這個人就可以自己斟酌 一定要想辦法去創造自己 有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保持在這樣的環境裡 自然我起床到睡覺都會是 一直在看到撲克的東西 這個知識的累積就會非常快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找教練跟購買教材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用不多的錢 然後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效 因為那些教練 其實就是把他好幾年的經驗 用他的方式告訴你 那些教材也是 然後我個人是非常推薦購買教材 找教練的話 你會比較難選擇 因為大家都可以出來說自己可以當教練 那教材的話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定的東西 而且相對會比教練才便宜 像我們之前找一個教練 至少都要5000塊台幣 3000塊台幣 找國外教練可能都要一萬兩萬塊台幣 那其實只有一個小時的對話而已 但是你購買教材的話 可能這一兩個小時的錢 你可以買到十幾二十個小時的教材 然後你可以無限的 一直重聽 一直重看 一直重聽一直重看 可以得到不同的思維 所以我會優先推薦買教材 再來是買教練 找教練啦 然後第二個呢 是學習Pile Solver 我透過Pile Solver去學習到了很多 撲克上新的認知 怎麼用範圍去思考 然後不同的range 不同的combo的對抗 best size的大小 track race 什麼類型的combo bottom range top range等等等等 很多人問我說 solver是必備的嗎 我一定要找教練嗎 我一定要購買教材嗎 答案是不 因為我也認識不少 非常好的玩家 他從0到現在pr 可能90以上 他都其實都沒有花過任何的錢 不要說花過任何錢 他沒有使用過任何的solver 然後甚至沒有找過教練 他可能就是自己想 自己想自己想 但是 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叫做倖存者偏差 10個沒有買教材的人 可能只有一個人 可以被你看到 成為我們口中說的好玩家 因為你只會看到 打得好的人 所以你看到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可以這麼做 但以我的經驗 從我一個過來人的經驗 去審視這件事情的話 我可以非常確定的告訴你 你願意花錢找教練買教材 學習solver的成功機率 一定比你不願意這麼做來得高 當然最後你的撲克長出來的樣子 會不一樣 像是有個NL200rack 叫做Philsin 他說他從來沒有用過solver 然後他打的有些牌 其實跟solver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他的成績卻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們說 其實不使用這些也可以成功 但是你要知道 有多少個失敗的Philsin 只是你看不到這些人 所以呢 講到底這一部分的結論就是 你可以不買 但我很推薦你買 因為如果你不願意花錢 去得到更精華的內容的話 其實你相對來說 成功的機率會相對低一點 好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兩件事情比較重要 第一個是 保持獨立的思考 因為你在得座布克的學習上 你一定會遇到非常多 A也可以 B也可以 C也可以 有人說A有人說B有人說C 好像什麼都行 因為德州撲克本來就是一個 無限柱德州撲克嘛 所以你要做什麼好像都是可以接受的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保持一個獨立的思考 你能不能透過你所學習到的東西 想辦法去找到其交集 你認同的東西去執行去嘗試 甚至有些東西 你取了交集之後 你覺得好像是對的 你不應該判定它就是真理 你應該去實踐實測 但甚至在實戰上 跟在理論上的不同 你要用一個更遠觀的角度去看待 你的整個撲克實戰上 撲克理論上的東西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影響 你們有時候聽別人說的一句話 你就一直覺得它是對的 你就會陷入在這個思維 你就永遠走不出來 那這件事情在撲克上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覺得保持獨立思考 是一個特別特別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能不能內化自己學習的內容 轉換成自己思考的邏輯 那這件事情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Pile Solver 或是說一些教練 或是什麼的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內心的想法 或是軟件的邏輯 軟件的運算方式 很多人學習完之後 其實你並不知道自己在學什麼 你只是聽到了 AK2 我們是Overbell Check 但你完全不知道原因 然後之後來了一個AJ2 你就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或是很多人說386 我們可能要Check多一點 但是突然來一個396 你可能就會瞬間的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個人建議是 你們在學習的時候 想辦法用邏輯化的方式去思考 就是為什麼 不要只聽 AK2 我們要Overbell Check 是為什麼我們要Overbell Check 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做教學的時候 我都會喜歡用參數字的 你了解它的參數 了解它背後的邏輯 這些不會錯的邏輯之後 比如說這個參數調大一點 這個參數調小一點 最後導出一個數學的答案 然後你再出去執行 我會建議這以上幾個 會是主要的學習方式 也是我個人最重要的學習方式 那這些都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現在講一些比較輕鬆的 那再來就是 還有觀眾提到 升級階梯 請問水扣的多嗎 想升級需要當前級別 水後7BB到8BB 再建議升級嗎 好那這個 我在未來會上一部 我教材的免費版本 那其中就會講到 Bangaroo的管理 可能月底 或是二月多就會上了 先回答這個問題 想升級需要水後8 7BB 8BB嗎 其實是完全不用的 因為如果你是在GGPoker 打擺就是M8的話 你Break Even 也就是水後0BB 你都可以賺到非常非常多的錢 因為他的Redback BBB 跟他的Leaderball 跟他的GG Care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豐厚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只要當前級別 可能2、3BB 然後有個3、5萬 10萬手的Sample Size 應該就是可以升級了 但是我個人最建議的升級方式 還是贊照江紹懷同學說的 他的Bangaroo階梯 就是你應該以一個組數來認定 比如說NL240組 那你就準備80美金 那當你打到NL5的45 也是200美金的時候 你就可以升到NL5 不要用你的BB版 因為BB版很難說得準 你100萬手的BB版 跟100手的BB版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好那下一個問題 就是Bangaroo Challenge 那很多人問我的Bangaroo Challenge 什麼時候開始啊 現在進度怎麼樣 那其實你可以在我Twitch的直播上 都可以找到答案 或是說我YT 偶爾的精華 那目前我在Bangaroo Challenge 是一個緩慢進行中 因為我最近在忙教材 還有虛擬火幣 還有一些我自己的娛樂 聯盟戰棋 所以Bangaroo Challenge 就是緩慢進行中 但我是不會放棄的 一直到他失敗或是成功 我就會慢慢的進行下去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的教材 那有些觀眾會問說 我們教材什麼時候出 教材定價多少錢 教材適合什麼 那我這邊簡單的統一回答 我們的教材 大概在最半二月底會做出來 裡面的內容是 適用於現金桌跟競標賽的 但他並沒有特別深入去講解哪一個 我們的這一套教材 比較像是 在講解newsquad 德州撲克的觀念 從allsquad到newsquad 整個德州撲克的東西 我們都會講到 好那這些觀念 這些理論 這些邏輯 這些參數都可以套用在任何 不管是現金桌 私局 華人的競標賽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套用的 但是也不能說 只否現金桌競標賽 那未來我們在這一套教材 二月底這個教材出完之後 我們還會再出別的 就是專否低級別的論的 或是低級別的競標賽的 或是中級別的競標賽 高級別的論的 一些專屬的教材 那今天 其實整理來說 沒有太多內容 整理要說內容的話 主要就是回復觀眾問題 然後花比較多的時間 著重在 我是如何學習撲克的 還有Piosover到底 是不是一定要買 那希望以上的內容 可以對你的德州撲克有幫助 那我們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